我们有了关于分子磁具这部分知识以后 我们就可以理解磁介质在磁场当中的行为 下面我们就有两个卸性介质 一个是顺磁介质 一个是抗磁介质 我们来定性的了解 定性的理解 为什么把它放在那的话 磁场顺磁介质是μ2大于1.1 所以是把磁场增大了一会儿 增大一点点 而抗磁介质把磁场减小了一点点 我们可以定量定性的了解它 我们前面说分子磁具 有的物体它分子磁具是不等于零 有的物体是等于零 所以这两点刚好区分了顺磁介质和抗磁介质 这两种不同介质在微观上的不同 实际上这不等于零的就顺磁介质 这等于零的就抗磁介质 就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现在顺磁介质 顺磁介质它不等于零 所以每个分子都有点磁具 这个小磁具你看这很小 这个小可以产生宏观效应 原因是因为多 你这个是负的23次方的话 你当然可以知道它会产生效果 如果它是等于负的40次方 那你知道你可以忽略它 因为我们单位体积里面的粒子数 大概是10到20次方左右 对不对 同意吗 所以这一点这刚好就是什么呢 刚好就是产生可觉察的效果 假如说这个物体顺磁介质在磁场 不在磁场当中 不在磁场当中 因为分子热运动 所以它这个磁具啊 哪个方向都有 这个因为我们学过热学 你可以很容易接受 所以哪个方向都有 所以呢 没有哪个方向有特别的磁具 所以你要是考虑磁具产生的磁场的话 对某一点来说 任何一个方向的磁具 就是这个地方有这个磁具 在这产生的磁场的话 你就会找到相应的 能抵消它的那个地方产生的磁场 抵消的那个地方位置 一个磁具产生磁场 因为混乱嘛 到什么样的磁具都有 对吧 所以刚好呢 它就不产生磁场 可是加上磁场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跟那个电场的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磁具在磁场当中 不是受理据吗 受理据的话 你用右手螺旋一算 这一比划你就知道 它是这个理据是 倾向于让磁具 沿着B0的方向排 或者是你从能量角度 你它俩一排的话呢 能量最低的 它俩一顺排的话 不是cos是 顺排到cos0度是最大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负值 不是能量最低吗 所以顺排的话 能量是最低的 所以呢 你把这个顺磁戒指 放到磁场当中 那这个磁具 沿着那个磁场方向 就是有这个 沿着磁场方向 排列的这个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呢 很弱 因为比起热 热运动能量来说 它就是 它比比较弱 热运动能量不是 大概是KT嘛 对不对 通常这个温度下的 这个KT啊 比起这个来说啊 要大很多 比起这个 这一点能量来说 要大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顺磁戒指啊 它是沿着那个方向排 可是热运动呢 是让 让这个磁具啊 沿着各个方向 均匀排 均匀指向 均匀取向 对不对 它是要求想均匀指向 而那个呢 稍微沿着想让 想让磁具 沿着B方向排 所以他们之间有竞争 这个竞争 达到平衡的话 我们可以 计算出来 沿着某个方向的 这个磁具排 沿着某个方向排 的磁具的那个 粒子数目有多少 这个可以算出来 同意吗 波尔之曼统计 记得吗 你随便在这里面 放一些磁具 那么沿着某个 cina方向的那个 粒子数 占总粒子数的比值 就和波尔之曼因子 成正比 而这个波尔之曼因子呢 这里面能量 不是这个吗 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你这个式子 你一看你就知道 cos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是最大的 所以沿着 零度那个方向 粒子数最多 cos等于π的时候 它是负的 最小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反方向 的粒子数最少 在中间那个地方 稍微排布 那么你这个东西 因为沿着某个方向 多了一点 那么磁具在外面 是可以产生磁场的 对不对 那沿着那个方向 多了一点 那么沿着那个方向 产生的磁场 不就多了一点吗 于是在那个方向上 就沿着B0的方向上 增加了一点磁场 所以这顺磁介质 是比原来磁场 就大了一点 这跟温度很有关系 同意吗 温度很有关系 假如说这个温度 接近于零度 温度接近于零度 那这个kt很小的 对不对 那你这个就 这个比起大 变得很大 所以Cosin Theta 等于1的时候 和负1的时候 那个差距就 那差很大的 对不对 所以温度 接近于零度的时候 那个顺磁介质 是沿着那个磁场方向 排部是 排队很厉害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这个意思 它这个跟温度有关系 温度像我们这个 普通的这种这个室温下 那它比起它来说 通常情况下大很多 当然各个方向差不多 就是多一点点 所以顺磁介质是 常温下 它这个磁导力 就是1.00几 大一点点 抗磁介质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分子固有磁性 等于零的那种东西 它等于零在磁场当中 但没有磁场当中 没问题 没磁场 本来也没磁距 当然就是 什么也没有 对吧 可是加上磁场的话 抗磁介质的意思是 你这么加了磁场的话 它的磁场比原来磁场 小了一点 意思是说 你这个磁距产生的磁场 要沿着反 就是沿着和B0方向 相反的方向上 产生了一点磁场 削弱了原来的磁场 那这怎么回事 你想想看 你怎么会 在反方向上 会有一点点增加呢 刚才顺磁介质 我容易理解 因为有磁距 然后又有利距 有倾向于 沿着磁场方向 排的倾向 然后往那方向 多了一点 这个没有磁距 你怎么会沿着 与磁场相反的方向 会多出来一点点呢 多出了一点点磁 是磁场了 那这部分呢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分子磁距虽然等于零 可是它不是说每个部分等于零 它是合在一起等于零 合在一起等于零 我们考察某一个不等于零的某个 比如说某一个电子轨道磁距 这个比较 这个贡献比较大 对吧 那这轨道磁距呢 当然它是 磁距和角动量之间 不是有这个关系吗 对不对 现在它在磁场当中受利距 对不对 同意吗 利距把这个带进去 现在回到力学当中 利距等于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想起来了 是不是 可是这个磁距 这个利距啊 这个角动量啊 跟我们利子那种角动量不一样 一个电子在原子里边的一个角动量啊 它基本上是固定 不是基本上 量子学告诉我们 那角动量是固定的 它不会因为外边的磁场 这个干扰 它角动量会有一点点变化 不行 角动量它是量子化的 要么变化一块 不能一点点变化 所以轨道角动量啊 不能说 你放了一个磁场以后 我这个磁场 这个角动量转得稍微慢一点 什么 这个话不成立 它是原来是什么样 角动量是多少 比如说角动量为1 一个H磅 那就是一个H磅 它不变的 不能因为一点磁场影响 那磁场太大了 当然就不行了 那一点磁场不能影响它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角动量 它随时间的变化率 如果这角动量本身自己不能变化的话 它这随时间怎么变化呢 只有一种方式 所以这角动量进动 就是这样 你记得我们那个 比如说圆周运动的时候 如果一个半径不变 半径不变 半径不变的时候的这个 R的随时间变化率应该是什么呢 Omega X上R 对吧 就是进动 就是Omega X上R 记得吗 现在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角动量 它自己本身不能变化大小 对不对 所以它怎么变呢 还得因为受到例句 它随时间要改变的 它只能进动 这个自己本身 轨道角动量本身不变 可是轨道角动量要进动 进动角速度 假如说大Omega的话 那不就是这个吗 就这样 这个我们学过 那个陀螺进动的时候 不也是这个吗 你想一想 那个有个东西 然后挂在那 然后结果你一放下 那自行车轮着 这么转 记得吗 这个咱们还做过讨论 所以现在呢 你这两个一比较 你看 这也有缘 这也有缘 反正这个进动角速度 就应该是这样的 看见没有 同意吗 当然你可能说 不一定他们 不一定他俩一定要一样 可能中间还有一些 个垂直于L的什么东西的话 他也可能 就是这个等式成立 当然这个是肯定是成立的 对不对 好 这个成立的话 不管别的成立不成立 我不管 这个反正是成立的 对不对 现在假如实际上就是这样 假如实际上就是这样 但不敢保证 就一定要这样 可能 也可能有别的情况 但别的情况 我们不去管的 假如说这样 当然也可以 所以我们选择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 例子 它是要进动的 就是角动量在进动 这种进动 我们历史上 有名字叫拉门进动 这个进动频率 叫拉门进动频率 所以实际上 假如说电子在这里面 有个角动量的话 在磁场当中 它受力矩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力矩在进动 力矩进动的话 它的角动量在进动 那角动量和磁锯之间 不是刚好有一个关系吗 所以角动量进动 磁锯就进动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看看 这角动量进动 角动量进动的话 我们想想一个经典图像 自行车轮着进动那个 能想起来吗 有个东西 自行车轮着 自行轮轮着转 它有一个转动管辆 同意吗 经典轮着进动 进动也有一个转动管辆 同意吗 就是这个意思 想起来了吗 进动转动管辆 和那个自己转 轮着转的转动管辆 是不一样的 两规事 对吧 所以你这个进动 也有个转动管辆 假如说这是伽玛 那好了 那好了 进动较速的 会多出了一点磁锤 它们之间的磁锤因子 因为这是还是跟电子轨道有关系 原来是什么磁锤因子 还是什么磁锤因子 所以现在呢 结果是正确的 结果正确 还有其他的一种讨论方法 你比如说电子转的圆周运动 然后让圆周运动半径大一点 什么小一点 也会孤独也能搞出来这种东西 都差不多 总之是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进动 这个进动啊 使得多出来的那点进动的角动量 又对应一个多出来的一个磁锤 而这个磁锤多出来的是 刚好和外场相反符号 那么如果磁场是这个方向 你磁锤是这个方向 磁锤产生的磁场 沿着轴线是右手螺旋的方向 对吧 就把你原来的磁场方向抵消了一点 所以就比原来的磁场 要减小一点 所以这就是抗磁性啊 抗磁性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顺磁介质 有没有抗磁性啊 顺磁介质虽然说 总的分子这个磁锤等于零 可是它不是每个部分也不等于零吗 每个部分不也有进动吗 每个部分不进动不还有附加磁锤吗 那不还有抗磁吗 那没问题的 有的 可是它比起这个顺磁的那个效果 排队的那个效果来说 它小一个量级 你仔细看一看 咱们书上那个顺磁介质和抗磁介质啊 你会发现抗磁介质是 0.999的后边啊 那个那个位数啊 是五个位数 是六个位数 而顺磁介质呢 是1.000那个啊 是三个到四个 四个比它要高一点 你注意 所以它这个大一点 所以有顺磁介质的时候 抗磁的这个效果呢 就掩盖掉了 也不用考虑 小一个量级嘛 所以也就不好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呢 我们对这个磁介质在磁场当中的行为啊 我们有个定性的了解了 那下面我们就 实际上物理学我们说了 是定量科学 对不对 定性了解 它总是要会犯错误的 为什么呢 有的看似很有道理 可是它量达不到那个量的话 它就不是 听过我的意思吗 就本来说这个很有道理 说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有联系 因为它增长 所以它增长 很有道理 可是你真正定量计算 有的时候会发现 它增长是它增长 它也增长 可是因为它增长 你真考清楚以后发现 因为它的增长 导致它的增长 比起它实际增长来说 要小很多 说明这个增长的理由 可以排除掉 所以定量 这个物理学是定量的科学 一定要把定量 就是定性技术上 定量准了 你的道理才说得通 否则就变成了哲学了 哲学就可以 他们可以说很大的话 什么之类的 它不负责任 对吧 不需要有定量的东西 所以它实际上 它里面的道理好像是对的 但是不见得对 那为了定量讨论的话 我们当然要引入一些概念 那么你回想一下电介质的情况 电介质我们用了什么呢 电介质在这电厂当中 有个极化强度质量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边 也类似搞一个 磁化强度 类似于极化强度 我们的磁化强度 是这么定义的 怎么定义呢 就是跟那极化强度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边磁锯 代替了原来的电偶极锯 就相当于单位体积里边 总的磁锯就是磁化强度 就是这样 这有用吗 这有用 因为极化强度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有用 这个时候我估计 我们估计它也有用 是吧 所以这么定义 不过为了方便 我们还是引入一个平均分子磁锯 就好像平均电偶极锯一样 什么叫平均分子磁锯呢 就是你在这里边定义一个平均磁锯 它是磁化强度比上单位体积里边的分子数 也就是说你假设这里边的分子 所有的磁锯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值 平均值 同学吗 定义这么个东西 那磁锯 磁化强度 反过来怎么算呢 平均的乘上粒子数密度就完了 粒子数密度 这是单位体积里边的粒子数密度 所以这个呢 就是磁化强度实量 M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顺磁介子的情况 顺磁介子 这里边磁锯 实际上是实实在在的 那个分子的固有磁锯 对吧 如果没有外磁场的话 里边的固有磁锯 各个方向都有 水量叠加的结果等于零 磁化强度等于零 有磁场的时候呢 它沿着某个方向排队 稍微排队一点 沿着哪个方向多一点 这个不等于零 磁化强度就不等于零 有磁化了 对吧 对于这个抗磁子来说呢 你这个磁锯呢 它本来没有固有磁锯 所以你这个磁锯实际上是感应出来的那个抗磁的那个 就附加的那个磁锯 进动附加出来的那个磁锯 这个磁锯呢 大家都一样的 在一个相同的磁场里面 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刚才那个磁锯 每个磁锯都一样 都是和磁场方向相反的 所以那个每个都一样 实际上 每一个附加的那个抗磁的磁锯 就是等于平均磁锯 同意吗 是吧 就是平均磁锯啊 所以抗磁戒指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就平均磁锯 加出来还是这个 对吧 可是顺磁戒指的时候呢 我为了方便啊 我也用这个平均磁锯 那这样的话呢 所有顺磁戒指里边的分子磁锯 全部是平均磁锯了 这回你不再是 我有固有磁锯 然后我因为 沿着那个方向 稍微排队的多一点了 少一点了 不是这么讨论 我假设 所有的都是沿着那个方向排队 只不过每一个分子的磁锯 是平均磁锯 这样的话呢 这个 抗磁戒指和顺磁戒指 实际上是统一到一个图像里边了 所以顺磁戒指 如果我沿着 比如说磁场方向磁化的话 顺磁戒指情况我怎么化呢 小磁锯都是排队的 看见没有 都是沿着磁场方向排队 只不过每一个都是平均磁锯社会 注意平均磁锯是跟这有关系的 对吧 抗磁戒指呢 抗磁戒指都是一样的 都是平均磁锯 都是沿着磁场反方向排队 就这样 好 没有外磁场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了 顺磁戒指 因为你的各个方向都一样等于零 或者说都等于零的话 平均磁锯当然就等于零了 抗磁戒指一样的 没有磁场它当然等于零了 是不是 所以没有磁场的时候平均磁锯是等于零的 平均磁锯实际上它是跟外边的磁场有关系 你磁化成什么样了 那它就什么样了 所以它是跟原来的分子的固有磁锯关系不大了 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清楚了 它磁化成磁化强度 磁量等于什么了 那么除以粒子数密度 那就是平均磁锯 就这样 现在在外磁场当中 当然我们刚才说了 顺磁戒指都排队 对不对 抗戒指也排队 只不过相反方向 每一个磁锯都是什么呢 平均磁锯 好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是均匀磁化的圆柱体 圆柱体啊 均匀磁化 那么现在你看一看 从这个均匀磁化的圆子体 你从这边看啊 从这边看 那它就是 每一个都是小分子电流 对不对 每个小分子电流 从这边看的话 就是小分子电流 明白这是什么 所以你现在这么一看 你就想 这个是这么转电流 这个是这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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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在接触的这个地方 它是上边的是电流这么转 这下边是 这个下边是这么转 都是相反的 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看这个 这些小线圈 都是这个小电流 对不对 所有接触的地方 它是这么转 它也是这么转 所以它是这个地方是这么转 它是这么转 两个都是相反的 所以里边这个电流 会不会抵消啊 有可能抵消 对不对 我们不管它抵消不抵消 我们后边马上也可以证明 均匀磁化里边的时候 里边电流是抵消 严格抵消的 我可以证明 后边马上证明 在这之前呢 我马上知道 这里边也许会抵消 但是至少在表面 我明明确确知道 有一个电流 等效的电流 同意吗 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转 所以这个上面有个电流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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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个 整体就有一个电流 对不对 而这个电流呢 是这个小分子电流 跟这个小分子电流有关系 同意吗 这无数个小分子电流 组成的电流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电流 跟分子电流有关系 分子电流 跟磁锯的平均值 又是跟这个 磁化强度有关系 所以你想 磁化强度和这个 所谓的这种 跟平均电流 相关的那种电流 好像有什么联系 应该有联系 没问题的 对不对 应该有什么联系呢 假设 这不是假设了 你当然很难看出来 他们之间具体有什么联系 但是呢 我们下面我们这么做 我们说 后来大家怎么研究人 就发现 知道了 他们有什么联系呢 他们有这种联系 就是说磁化强度的 这个环路积分呢 就是等于 穿过这个磁化强 这个环路的 那个电流 只不过这个电流呢 是分子电流 假如说这个有分子电流 这是环路 穿过这个环路的这个电流 等于它的这个 这个环路积分 就这样 这是我们知道的结果 就好像我们 有个安培环路定理 然后后边我们要证明 我现在也是 知道这个 我要证明 就是这样啊 当然这里面这个电流 不是真的电流 因为都是分子电流 等向出来的东西 对吧 是无数的小分子电流 等向出来的电流 所以它是在产生磁效应这方面 它是有电流 跟电流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 它不是那种传导电流 不是电荷的定向 那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这种电流 灯效出来的 就这样 下面我证明这个 现在在介质里边 假如说我画一个环路 我想算这个M的这个 就说 就环路积分 环路积分不是等于 以这个环路为边界 穿过这个环路的那些电流吗 而且是磁化电流 对不对 是分子电流 那那些电流 我说那些电流 是由什么电流构成的呢 你仔细听啊 那些电流 是那些 套在这些环路上的分子电流 贡献出来的 如果它没套上这些环路的话 它对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电流 没有贡献 为什么呢 因为它如果没套的话 你以这个环路为边界 做一个什么口袋的话 穿过那个口袋的那个电流 如果它没套住的话 你这个小分子电流 永远是 要么是和那个面 是交接的 相交的地方 有进来的就有出去的 固件等于零 对不对 只有套在这个地方的呢 就是套在这个环路上的呢 就是有一个出来的 进去的是在外边 不抵消 所以我现在要算的就是说 你要想算那个电流贡献的话 就算 套这个环路的那些分子电流 就行了 懂意吗 套这些小环路的 这个分子电流 我怎么算呢 这个就是我们原来都 就是现在你一看 就会 你会发现 又有一个老朋友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算 m沿着这个方向 环路的积分 就是把每一段积分 算出来就行 对不对 求和就行 每一段我怎么算呢 每一段就是 每一段 每一段上分子电流 套住 dr那一段的个数 每一个个数 贡献一个分子电流 对不对 那么加起来不就行了吗 套住的个数 我怎么算呢 这不是老朋友吗 把dr作为一个边 以这个分子电流 平均电流 那个电流面 作为底面 做一个协助体 协助体 然后当地的那个磁化强度 应该什么方向呢 显然是 当地磁化强度 是什么方向 你们知道吗 在这里面 磁化强度 m是什么方向 这个字 虽然简单 但是我想考验一下 你们是不是 正在跟着 我真的是动脑筋想的 m的方向 应该是什么方向 这个是分子电流的 平均分子电流的 那个面 什么方向 垂直 对不对 垂直这个面 是法线方向 就是平均持续的方向 也就是m的方向 对吧 所以它是垂直方向 对不对 这听懂了吗 这些细节 都是脑袋跟着才行 当然我知道 跟着一个人 一个人在那 不停地在那说 然后你是不是跟着 它不太容易了 这个我知道 所以我们有的人 提倡什么呢 学习的时候 讨论是学习比较好 因为你根据你的 互相讨论 你自己不清楚 地方可以问 所以我们这个讨论课 不是互相讨论吗 希望 希望大家参加 就这个意思 你光听一个人 在那讲的话 就会出现这情况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思路有的时候 也不一定跟着 因为有惰性 你就想听着 人家说什么 所以咱们呢 还是听的时候 要动脑筋 有什么问题 假如我哪个地方 错了什么 打断 我这是最好的 否则的话 有的时候 错了的话 就把我拉 落进去了 改不了了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里边 套住这 DL的分子电力 有多少呢 因为在这个附近 在这个附近 平均持续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在这附近很小 DL 所以都是这样的面 所以只要这个分子 在这个圆柱里边 就套住这个DL了 在外边就套不住 因为什么呢 它们都是一样大的 明白这是什么 都是一样大的面 在这附近 所以你这个中心 在这里边就套住它 你在中心 在外边就没套住它 所以套住 被套住的个数 就是圆柱体里边的 分子个数 对吧 这一下你会算了吗 这跟我们以前的 做法都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算 这里边分子有多少呢 分子就是 它的体积乘上 这个 对不对 密度 那么体积乘上这个 然后每一个分子电流 是I的话 一个分子电流 贡献一个I平均值 那么这么多个 就分电流 贡献的那个电流 套住的那个总电流 就是它 各数乘上一个小电流 对不对 因为你看 套住的结果呀 电流的方向 都是一样的 你看右手 对不对 都是一样的 都加起来 所以简单乘法就行了 所以这里边 套住的总的电流 有多少呢 总的电流指 体积 乘上密度 再乘上每一个的电流 这体积也没问题了 是不是 好了 那这个可是 这个乘上这个不是 这个乘上 这个不是小m吗 然后这个小m乘上 n不是大m吗 升华强度吗 然后drcos 可是mdrcos 你看这个 不是点击吗 然后就出来了 于是刚才那个 因为这一段电流 穿过这个 r的那个电流 就是套住的那个电流 那个电流 就是等于这个 那么整个环路积分 不就是这个吗 整完了 是不是 清楚了吗 如果不是在戒指里边 如果是在戒指表面 那有的时候呢 在戒指表面的时候 你看 假如说这个是在戒指表面的话 你会发现在表面上 就会有表面电流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表面电流密度 怎么算呢 那戒指表面上 跟刚才那个结果是一样 只是我这样做 这是表面啊 你看这个 这表面 紧贴着表面 平行于表面 我做dr dr dr 那这一段的积分 m.dr 我们知道的 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电流数 对不对 同意吗 可是 你这个m.dr呢 m是随便这个方向 对吧 所以m.dr 你这个dr不是沿着平面 就是表面 沿着表面 所以沿着 实际上dr是沿着表面的切向方向 所以你这个点击 实际上是 切向分量 乘上dr 对吧 可是 你把这个dr 除过来 就是你看这个电流 电流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单位长度上 dr 除 单位长度上的电流 不就是面电流密度吗 于是你就知道 磁化面电流密度 就是这个 等于这个 磁化强度 沿着切向分量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磁化强度 切向分量 这么写 这么写 这么写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样写以后 有的人想写的更拿的数学 什么死量 这更好看一点 再说 电流密度本身是死量 对不对 那我想把这死量也一块表示出来 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方向 电流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往进去的方向 对吧 所以电流密度方向 是这个方向 现在呢 切向分量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于是你自己一凑 就凑出了这么个光须 你看 这个m的方向 和法向方向 一插击 不刚好就是电流的方向吗 看见没有 同意吗 插击就是那个方向 插击可是 法线和这个的插击 是他们的science的 对不对 这个science的 不就是这个切向分量吗 同意吗 注意这是法线的方向 法线和m方向 于是你就知道了 于是这个公司就得到了 于是表面上 你只要知道 它的磁化强度的话 表面面电流密度 你就知道了 当然我们知道 这面电流密度 那种等效电流 对吧 这个电流知道了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这个 搞半天 这个不是真的电流 这是实际上 是分子电流 等效的什么什么 等效的总得有用 你才这么用 对不对 否则你等上来 等上去 本身都是 搞来搞去 都是等效的东西 干什么 实际上它很有用 举个例子来说 一个长直螺旋管 内部戒指 均匀磁化了 均匀磁化 所以螺旋管里面 无限长 磁场是均匀的 然后里边装满了 这个磁戒指 这个磁戒指 是线性戒指 你可以是顺磁戒指 也可以是抗磁戒指 结果都一样 对不对 顺磁戒指 抗磁戒指 跟刚才里面 如果用磁化强度 来表示的话 它们俩没什么区别 只是有一个是正的方向 一个是负的方向 而易 对不对 现在我们假如说 这里边是一个顺磁戒指 假如说 顺磁戒指的话 那当然 你这个是 沿着磁场的方向 磁化的 对不对 顺磁戒指不是 平均磁距是 沿着那个方向吗 那从这边看的话呢 因为你是这个方向 所以从上面看 是这个 对不对 现在 它是在均匀 均匀戒指里边 所以这时候你会知道 我们在这里边可以发现 这里边的这个电流 是不是都抵消掉啊 里边的这个电流 是不是都能抵消掉呢 就是这个 均匀磁化处 没有磁化电流 就是说 你这里边磁化是均匀的话 里边就没有磁化电流 就刚才我们说 你在这里边 这些东西 就是说 电流是这么走 这个电流是这么走 抵消抵消抵消 里边的磁化电流 真的刚好全能抵消掉吗 不是有这个问题吗 如果是均匀磁化的情况下 它是严格的能抵消掉的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里边的磁化电流 就等于这个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不是均匀磁化吗 均匀磁化到处都一样 可以拿到外边 同意吗 于是这个 可是这个 等于零磁道 没问题吧 因为绕一圈的一个 矢量加起来 不是等于零吗 所以都等于零 所以里边是没有电流的 里边没有电流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有电流 对吧 表面有电流 表面电流密度应该是 面电流密度 你怎么算呢 MX法线方向 M是你这个方向 M是顺持戒指这个方向 MX法线方向 对不对 你一算的话 你就发现 实际上面电流是 绕着这个转圈的 而且面电流密度 就等于M 因为法线和M的方向 是垂直的 30的等于1 3090度等于1 所以就是 此话面电流密度就是M 面电流密度M的话 戒指产生的磁场 你怎么算呢 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因为什么呢 你把这个顺持戒指的 这个效果 等效成一个 表面有一个面电流的 这么一个管子了 对不对 可是面电流的管子 我们会算的 因为螺旋管 密绕螺旋管 磁场是等于 μ0Ni 这个Ni是什么东西 单位长度上的电流 单位长度上的电流 那不就是面电流的概念吗 所以你如果说 磁化就是介质在这个里边 均匀磁化M介质 圆柱体的介质 在里边产生磁场等于多少 不考虑电流产生的 不考虑的话 就是μ0M 实际上你在这个里边的磁场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螺旋管产生的 μ0Ni 加上μ0M 如果是顺持戒指的话 它M是顺着B的方向 增强了一点点 如果是抗磁戒指的话 M是反着M的B的方向 所以减少了一点点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戒指 你把这里边的戒指持续这种东西 等效成这些磁化电流以后 它问题变简单了 清楚了吗 我有一种 就是比较物理上比较准的 正确的概念也是正确的 然后做起来也是正确的 做法 这里边有 我不用这种模型做 我可以用真的那种 真的做法 可以把这个戒指产生的磁场算出来 我算过 就是等于这个 怎么算的呢 这里边不是磁具 每个磁具都排队吗 充满了磁具 对不对 每个磁具产生的磁场 比如说我算中心某一点的磁场 我能不能算出来 磁具产生磁场不是有公式吗 四十派 磁零 然后那个P 然后负三倍的什么比较复杂的东西 你把那个东西 每一个地方产生的磁场 这个叠加叠加 在轴线上的积分 你可以算出来 你算出来的结果就是整个这个 这是我算过的 那个时候我比较想让学生知道 这样算才正确 就是只有把磁具的贡献叠加起来 才是最正确的 我当时这么想 因为什么呢 概念上它是对的 因为概念上就每个磁具产生的磁场的贡献 而这个呢 是个模型 模型呢 是很巧妙的把那些东西等效掉了 就等效成一个外面的一个面点流密度 然后很容易得出 根据你已知的结果 很容易得出来这个结果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方法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呢 物理里边呢 你要借助于模型会简化很多问题 所以你以后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普通物理里边 你不要光想着 拿一个高等数学 把公式一裂 然后拼命在那积 或者是计算机 没问题的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 但是假如说你发现 不是一下子容易弄出来的时候 你要想模型 把一些复杂的东西 讨厌的东西 不重要的东西 要不扔掉 把重要的几个抓住 你就能很快的 很简单的 得到实质性的结果 就是这样 我说模型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里面提醒一句 磁化电流等效了戒指 那你有了这个电流以后 你不能再考虑戒指了 你再考虑戒指就重复了 对吧 下面呢 就是 我们跟这个电戒指的情况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引入了一个 为了方便 引入了一个 一个电位移始量 记得吗 低 是不是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里面有戒指的话 当时有戒指的话 有这个 极化电荷 束缚电荷 那个东西 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现多少 所以你有的时候讨厌 那怎么办呢 想把那个纸核 它的通量是纸核通量里边 闭合曲面通量里边的 传导电荷有关的那个量提出来 那个就是底 对不对 现在在这里边呢 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们有那种 导体里面真正的那种传导电流 还有什么呢 还有磁化电流 现在这磁化电流呢 刚才那种圆柱均匀极化的时候呢 那种情况下 好办 对不对 那极化电流 你可以很容易清楚 这算出来 可有的时候呢 不容易算出来 不容易算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想 我能不能避开这个极化电流 然后我就算出来 某某量的一个环络积分 刚好是传导电流 你想得这么东西 那这种结果会有吗 所以这里边我们也有类似的 这么一个量 什么量呢 你比如说 安排环路定理 是等于这个 只不过这里边的这个电流呢 这环路定理这个内容 大家都清楚对吧 那这里边这个电流是什么呢 是包括了传导电流和磁化电流的 现在我们关于磁化电流这部分 我们知道的 磁化电流部分是 关于磁化强度的环路级分 现在我把这个东西挪过来 右边只剩下传导电流 你就会发现 这个有这么一个东西的环路 环量它是等于这个 我干脆把这个东西叫做H 然后我就得出了一个磁场的环路定理 这右侧只是传导电 传导电 可是这里边你知道我们这样做的结果 你不要误解 历史的发展是倒过来的 早早就有了H 永磁体周围的那个磁场 叫做H 那个时候 永磁体周围就叫H了 以为永磁体里面有磁盒 什么之类 所以先有了磁场 然后呢 后来我们发现 电流产生的那个基本的磁场 B才是真正的基本的那个东西 可是已经有了名字 这叫磁场 所以没办法把这叫磁感强度 是倒过来弄的 所以现在我们顺过来讲 我们说把这个东西叫做H 莫不如以前有了那个H 发现把现在有的那个磁感强度 和M凑在一块 刚好是原来的H 你不如这么想 这样结果呢 总之我们得到了一个 只和传导电流有关的这么一个环路定理 H的环路定理 好 好 今天的课到此 来吧 好